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电脑影像处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电脑影像处理课程 今天我们将会同学介绍有关于文字特效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镂空文字的制作 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助讲老师高婉婷 婉婷老师 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延续我们前面几个讲次 要继续为同学介绍文字特效的应用范例 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 针对这些范例的练习 请同学课后一定要用这个 依照这个课本上面的这个步骤 用我们的这个Photoshop软体实际的这个操作练习 这样子印象才会深刻 然后之后的应用也会比较的顺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为我们开始今天的讲次 刚刚婉婷老师有提醒同学 就是说课后一定要就是说照表操课先练习一遍 那这边也是提醒同学就是说建议的 就是说第一次的话同学最好按照课本 我们课本里的这个步骤来操作 因为课本这个操作的这个步骤 有些同学的话操作完之后 有时候会产生某些的这个疑惑 什么疑惑呢 就是有同学提到就是说 有些步骤 有些步骤是不是可以稍微先后调整一下 不错 某些的步骤 我先强调一下 某些的步骤可能可先可后 但是那是要在同学有相当的功力之后 你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课本内容 完全完全贯通的话 当然你可以自行稍微调整一下步骤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对大部分的同学来讲 可能你经验还没有那么丰富 或者说你可能操作技术局部的会 但是观念还不是很清楚 那同学就要接受我的建议 就第一次 第一次你先所谓我们常在讲 照表操课 你照课本的步骤 先演练操作一遍之后 得到了这个结果之后 发觉跟课本是一样的没有错 那你有了这个信心之后 其实里头的相关的一些参数 你都可以改变 这参数当然也包括文字的色彩 或者说那观音 像我们前面在讲到所谓观音文字 就有同学来问说 老师那观音的话会要选白色不可吗 当然不是 那颜色的话 其实那观音的效果应该来讲的话 就要搭配你的影像里头的这个色彩 因为这影像是你的这个背景 来相互辉映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第一个先辉 然后辉了操作之后的话 融会贯通 那你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变化 这是针对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你在电脑前面做演练的时候 记得我刚刚所提到的 包括自行的选择 事实上在每次操作示范的时候 婉婷老师有提醒同学 我现在用哪一种自行 但是并不是非它不可 我们基本上来讲在做影像处理 在做影像的各项的设计上来讲 没有什么非谁不可 非哪种自行不可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上课中 或是说在操作的讲解里头 都是给同学做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你将来 可以做适度的调整 适度的变化 那下面我们就透过投影片 为同学介绍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 今天要为同学讲解的 就是第四个部分 在第七章里头 第四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镂空文字的制作 镂空文字的制作 一样第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我们先开启一张的图档 开启一张的图档 那这个图档的话 我们现在是开发 这张图档 那开了这张图档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RGB的色彩模式 所以到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切换到图层 图层这个弧动四双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只有背景图层而已 所以要让我们到二这个地方 就底部这边 右边第二个 这边就一个新增图层 我们按滑鼠的左键 click这个icon之后的话 这个图字之后 就会在背景图层上面 新增加一个叫做图层一 图层一 这一个图层 那我们现在选取它 就表示我们目前 是把图层一 当作我们作用中的这个图层 下面我们所做的操作 都是在图层一上面 接着我们就看到 到了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的话 就是说 这时候我们就点写文字工具 同学注意看画面上 画面上的话 这个icon的图层是什么 是一个虚线的T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是一个虚线的T 虚线的T 是我们文字工具里头的什么 叫做文字遮色片工具 同学的话 这个时候要注意 你不要去点写实体的T 实体的T的话 就是一般的文字工具 我们现在所做的动作 是要在图层一上面 所以我们选择文字遮色片工具 文字遮色片工具 再强调一遍 你看到这icon是一个C线的T 然后我们再做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像字形 像大小 像颜色 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来讲 文字遮色片工具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什么 选取工具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下面 我们就直接在做输入 在做输入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层一的影像四双上面 我们就打上YES 就产生什么 虚线的T 虚线的T 就是我们刚刚使用 文字遮色片工具 你打下了这个文字 其实它会产生什么 文字的选取区域 文字的选取区域 在画面上 同意注意看 YES这样一个 虚线的文字选取区域 这个部分 就介绍到步骤3这个地方 那相关的操作说明 我们就请婉婷老师 来做这个部分的示范操作 好 有关这个 镂空文字的这个操作步骤呢 我们一样就进入到 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 Photoshop的这个视窗中 来为同学做实际的示范 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 这个Photoshop的画面上呢 好 首先我们一样 在我们的这个视窗里面呢 开启一张这个背景图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用这张背景图来 呈现这个文字的这个特效 那背景图的选择 同学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喜欢的图片 好 在接下来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图层浮动视窗里面呢 我们要新增一个图层 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特效文字呢 好 用一个这个独立的图层 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怎么新增一个图层呢 一样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个 图层浮动视窗的这个选单里面呢 来做一个这个新增图层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用预设的这个图层1就可以了 按下确定之后呢 好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图层1了 好 那这个动作跟我们之前 我们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快速按钮的 这个建立新图层的这个按钮呢 其实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边有不同的方式可以供同学做选择 同学可以依照你们自己使用的习惯 好 来做这个练习 好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上面呢 去建立一个文字选取区 所以这边我们要用到的是我们的文字遮色片工具 这边要特别注意哦 同学要记得要用文字遮色片工具 好 所以这边文字遮色片工具 基本上跟文字工具是在同一个工具组里头 好 所以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工具箱里面 这个T的这个图式呢 好 我们要把这个三角形 下面的右下角三角形把它点开来 那同学可以看到上面这两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文字工具 所以它是真的输入这个文字工具 然后建立文字图层 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要用的是建立文字的选取区 所以这边呢 请同学要选到第三个工具 水平文字遮色片工具 好 选到这个水平文字遮色片工具以后呢 同学可以发现它的图式是这个虚线的这个T 好 接下来我们一样 针对我们要输入的这个文字的选取区呢 我们要针对它去设定它的一些文字的属性 包含它的字体 那我们这边依照惯例 我们都用这个Aero Black的这个字体 好 然后再来 好 字体的大小呢 好 我们可以用180或是200都可以 就是依据这个同学的这个影像的大小 选择一个适合的这个点数的这个字体 好 然后字体的颜色呢 我们一样设定用白色的部分 好 这边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就移到我们的这个影像上面呢 一个适当的位置 你要输入文字选取区的这个位置呢 好 按下你的这个滑鼠左键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呢 打上要打的字 好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打上去的字呢 它并不是真的白色 它是有点这个有点半透明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输入好 一样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工具箱的移动工具 稍微点选一下 它就帮我们建立出来了 好 是一个这个 好 文字的这个选取区 是一个文字的选取区 好 那这文字选取区 我们一样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 好 我们一样可以针对它 好 稍微做一个调整 把它移到我们这个影像的中间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 我们要新增一个这个图层 然后在这个图层上面呢 建立一个文字的选取区的 这个操作的步骤 到我们的这个第三个步骤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 为我们讲解下面的步骤 谢谢婉婷老师 刚刚为大家有关于步骤一 到步骤三的这个操作说明 我们稍做休息 再为同学介绍后面的步骤 刚刚同学看到步骤一到步骤三 也就是说我们执行到 在图层一上面呢 做一些所谓文字的这个选取范围的这个设定 那在这个讲次里头 也就是刚刚操作示范里头 同学看到我们是透过呢 在图层一里头我们选择了水平遮瑟片工具 水平遮瑟片工具呢 来产生这个文字的选取范围 也有同学就提到 奇怪今天所讲的这个技巧 怎么跟前面几个讲字文字特效里头 产生这个文字选取区域不一样 同学还有印象 就是说在前面讲次里头 我们在图层一里头 产生这个文字的这个选取区域 是透过色板 色板阿华湾色板那边来产生 图层一的这个文字选取的这个范围 所以这是呢 两个不同的这个技巧 同学呢 可以做灵活的这个应用 所以很多同学的话呢 在学习上的话 就有呢 前后 前后的这个融会贯通 这样你就可以比较 我们要产生某一个效果 其实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技巧 得到怎样 同样类似的这个效果出来 下面我们再接着呢 透过投影片 为同学介绍呢 第四个步骤 那在第四个步骤里头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在图层一里头 那我们刚刚的话呢 有产生了这个选取区域 那我们对它呢 做进一步的什么修改 所以我们执行 选取修改语化 那这时候我们设定 乙化的强度呢 设定为四五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那在画面上 同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呢 要注意的就是 那个选取区域 它已经被乙化五个像素 所以呢 它会产生了 所谓的这个呢 楼边的这个效果 那同学可以看看呢 上下的这个比较 上面的话呢 它是还没有乙化之前 下面的话是乙化之后 同学可以看到呢 在一 简单的看 A-B-I-E-S 在一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个左上角 这个一的话呢 就有比较呢 比如楼边 已经都透过呢 乙化效果 产生这个楼化的这个结果 这个同学可以呢 做一个适当的比较 也可以看一下呢 课本里的内容 接着呢 对乙化后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填入了 我们就填入黑色 就填入这个黑色 好 填入黑色的话呢 自然就 因为刚刚是有乙化的这个结果 事实上呢 这个黑色同学 只要注意看的话 它已经有了 像这个虚线 选取区外面呢 有产生这个晕开 晕开的这个效果出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六个步骤 第六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按Delete键 Delete键的话呢 就删除了我们的选取区域 然后呢 按住Ctrl加H 这是一个快速操作键 它的功能的话呢 就是说 把我们的刚刚的那个选取范围 选取范围就那虚线嘛 暂时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就得到呢 下面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要注意到 现在我们看出了 这样编的这个效果出来 那大概呢 到步骤六 我们先为同学呢 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地方 我们把那个选取区域呢 把它暂时隐藏起来 是按Ctrl加H 那同学印象的话呢 我们过去的话 在选取的应用里头 有一个叫做Ctrl加D Ctrl加D 这样一个快速操作键 是呢 取消选取 就我们把刚刚那选取区域的话呢 把它取消掉 Ctrl加H是隐藏 隐藏选取区域 取消跟隐藏有什么不一样 取消的话就等于消失掉了 那隐藏的话就说 你现在一样是看不到 但是那个选取区域怎样 它还跟你记着 等一下你再按Ctrl加H 它又回复回来 所以取消跟隐藏 两个的效果是不一样 那下面呢 有关于呢 步骤四 这边的操作呢 我们再请婉婷老师 为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讲解 好 那我们就马上回到 我们的这个Photoshop的 这个操作视窗中 来为同学讲解 这个步骤四到六的部分 好 那我们回到 我们的这个画面上呢 看到的是刚刚在 这个步骤三结束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图层一上面呢 建立了一个Yes的 这个YES的 这个文字的这个选取区 好 接着我们针对 这个选取区呢 去做一个语化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样呢 透过这个选取的 下拉式选单里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修改 好 然后呢 做这个语化的一个效果 好 那语化的强度这边呢 我们就设定五个像素就好了 好 然后按下确定之后呢 好 其实同学可以 从我们的画面上面看到 其实它这个边缘 尤其像这个1这个字 它的边缘其实都有点圆弧 那这就是语化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透过 因为我们的前景色 目前是设定是黑色的 所以我们一样透过 Auto加Backspace 键盘的Auto加Backspace 这两个键的配合呢 去填入我们的前景色 那我们前景色因为是黑色的 所以它就是帮我们填入黑色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Delete键呢 把我们的这个选取区里面的 这个颜色的部分呢 去做一个删除 所以我们直接按下键盘的Delete键 好 那同学可以看到 其实它旁边有一点点 黑色的光运 这个是刚刚语化的一个效果 好 那为了等一下的 这个效果的呈现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好 就像刚刚高老师 特别提到的 我们先暂时的隐藏一下 我们的这个选取范围 所谓暂时的隐藏 就是把虚线的地方 暂时的隐藏下来 为了要看等一下 第七个步骤之后的 一个效果的呈现 所以这边呢 我们按Ctrl加H呢 是可以去做这个隐藏 这个选取范围 所以虚线虽然不在了 可是选取范围还是在的哦 好 所以这边是特别 要提醒同学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虚线 但是我们等一下做的 任何的动作 还是针对在YES 这个三个字的 这个选取区的 这个上面在作用的 好 那目前先暂时的取消 目前先暂时的隐藏 不是取消 是隐藏 这个选取范围呢 主要是因为等一下的动作 要让它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好 所以这个是到 第六个步骤的这个示范 那我们接着就请高老师 我们讲解后面的步骤 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做相关的 这个选取 选取的这个取消 跟所谓的删除 取消跟隐藏 两者都不一样的地方 那事实上在图层这边 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在图层里头 也有所谓的三次图层 跟隐藏图层 这两个观念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再为同学介绍后面几个步骤 有关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明 就是步骤一到步骤六 其实已经把基本的一些动作 大家都做好了 那下面我们再进行 第七个步骤 为同学做有关于 镂空文字细部的这个内容 在第七个步骤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现在 同学这边再强调一下 这是我们操作的这个步骤 从所谓滤镜风格化胡雕 那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目前我们的工作环境 是在图层一这个环境之下 下面我们看一下 执行了这个结果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出现 这一个弧动四川出来 就是胡雕的这个四川出来 那有关的相关的这个设定 就像角度高度跟总量 我们依次设为 角度是135 高度是35 总量我们设定为500 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按确定 确定完了之后 我们再进入到 下面一个步骤 第九个步骤 就是我们进行 笔画 编辑笔画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会出现目前的这个四川出来 那这边有几个地方 要提醒同学的 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初步我们设定为 它的这个宽度 也就是笔画的这个宽度是2 然后颜色呢 我们设定为是黑色 那在位置 就是笔画的效果 位置的话呢 我们设定为外围 这边有内部居中跟外围 我们设定为是外围 那在混合这个地方 那混合模式 还是预设是正常 但是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的话呢 我们这边强调一下 设定为怎样 设定为30 设定为3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设定完以后 我们就按确定 按确定 那确定完了之后 确定完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提到 就是我们会 在那对于刚刚的这个 所谓1跟2 这两个步骤就是 设定前景色是黑色 然后呢 编辑是笔画 这样的动作的话呢 我们跟它呢 再重复4次 重复4次 那重复4次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这样的效果出来的话呢 当然有同学会奇怪 为什么我要重复4次呢 所谓重复 刚刚笔画 这样的效果出来呢 就是加强 加强 它的这个呢 笔画的这个结果出来 这同学在等一下 直接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每一支新一次的话 这个笔画的效果的话呢 就看起来呢 更清晰 看起来就更清晰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 下面一个步骤的话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做一个怎样 涂层样式的这个处理 记得哦 我们现在还是针对怎样 针对涂层一来这边 做涂层 涂层样式 那涂层样式有非常的多嘛 我们选择 斜角跟胡雕 那这时候呢 就会进到斜角跟胡雕 这个情况 这个图层样式的这个四川上面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选择了斜角跟胡雕 所以这边的话呢 它会呈现这一部分的样式的格式 那这部分样式的格式 这边来讲的话呢 有关的设定 有几个地方 也要是提醒同学 就是画面上 第一个样式呢 我们选择外斜角 外斜角 然后柔化的这个效果的话呢 我们先选择十个像素 然后的话 在有关的这个亮部模式的话呢 这边选择绿色 然后它颜色 同学注意要颜色呢 我们目前呢 选择这个浅的这个土黄色 设定完之后的话 我们大概就按上确定 确定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到呢 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相关 最后这几个步骤 就为同学呢 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后面我们一样 请婉婷老师 为同学做操作说明 好 有关镂空文字的最后这三个步骤 我们一样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Photoshop的这个操作界面 来为同学做示范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 Photoshop的界面呢 同学可以看到我们停留在刚刚的步骤6 好 也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取消选取的 这个隐藏选取的一个部分 好 刚刚说了 现在的这个选取区其实还是存在的 我们只是做个隐藏而已 而不是做取消 是隐藏选取区 然后我们目前的作用中涂层 还是一样在我们的涂层1上面 好 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选取范围就是YS这个字呢 我们做一个这个浮雕的效果 所以一样是从我们的滤镜的功能表下拉下来我们找到风格化的这个选项 好 里面我们找到这个浮雕 好 选择浮雕 好 设定为35个像素 那总量的部分呢 我们就设百分之五百 好 所以上面有一点点这个透明的这个预览其实不是很清楚 我同学直接看我们影像上面的预览其实就可以了 好 然后没有问题我们就按下确定 好 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字体有没有更就是更凸显出来了呢 这个就是一个浮雕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笔画的部分了 好 那笔画的部分呢 那我们是从我们的这个编辑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 好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笔画 好 笔画 好 笔画的选项出来之后呢 好 宽度的部分呢 我们设定为两个pixel 好 然后呢 颜色我们用黑色 因为我们原本的字体 我们就是希望它呈现这个黑色的这个镂空的字体的感觉 好 所以颜色就设黑色 位置呢 我们就设外围 好 然后模式正常不透明度 我们就用这个原来的30%就可以了 好 按下确定之后 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字体的这个外框呢 好 黑色的部分加强了 好 那这个步骤呢 我们要再做 重复四次 就是总共要做五次 那就是这边就像刚刚高老师特别提到了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每一次每一次的去做一个加强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刚刚做了一次了 接下来我们再做加强的第一次 好 比划 好 设定都是一样的 它会记着你上一次的设定值 所以直接按下确定 好 这是第二次的效果 同学应该有发现 外框这个黑色的部分 好 又加深了 好 再来我们再做加强的第二次 好 一样从编辑下拉 比划 好 好 设定一样 好 按下确定 好 同学会发现 黑色的部分又加深了 好 这是加强的第二次 好 再来做第三次 好 按下确定 好 颜色又加深了 好 最后一次的加强 好 一样从编辑下拉 比划 好 设定值都是一样 它会帮你做记忆 然后按下确定 好 这个就是最后完成了 总共的五次的比划的一个效果 黑色的比划的部分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再做一个这个涂层样式 斜角跟浮雕的这个涂层样式 好 所以这个部分 同学一样要选到我们的这个涂层一 当做我们的这个作用中涂层 好 接着呢 从我们的涂层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涂层样式 好 里面呢 我们要特别针对斜角还有浮雕呢 稍微做一下这个调整 好 所以选到涂层样式 斜角和浮雕 好 点下去之后呢 一样会跳出一个涂层样式的这个选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要稍微的正对照一下课本上面的设定了 样式的部分呢 我们要选择外斜角 好 选择外斜角 好 然后再来柔化的部分呢 我们要选到的是这个设定为十个像素 好 设定十个像素 好 再来在下面的这个亮部模式呢 好 亮部模式的部分 一样我们就选到这个绿色的部分 好 绿色的部分 然后右边呢 颜色的选择呢 好 因为我们的背景图 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图 其实是有点这个橘红色 橘红色的这个色系 所以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我们就稍微挑这个橘红颜色的部分 好 挑这个橘红颜色的部分 好 按下确定之后呢 好 我们的这个斜角跟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 好 按下确定之后 好 同学可以看到我们的涂层 好 涂层样式这边的效果 其实它也记录在我们的这个涂层的浮动视窗里面了 好 那目前到这个地方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镂空文字就算完成了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透过这个涂层来做这个文字特效的 这个应用呢 一个好处就是 今天当你不需要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涂层呢 做一个隐藏 我们的文字就不见了 好 只是隐藏起来 可是我们刚刚做的所有花的心血 都还是保留在我们的这个涂层的这个里面的 那刚刚像有一些涂层样式的效果也是一样 今天你不想要这个斜角跟浮雕的效果 你只要把这个效果眼睛这边点一下 它就没有这个斜角跟这个浮雕的效果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很不错 你是很需要的 你就把你的效果呢 切换回来 好 所以有关这个镂空文字 还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文字特效的这个示范呢 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婉玲老师所做的操作说明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有些同学啦 就是会提到 就是说会发生一种情况 就在操作的时候 发觉它的内容 跟课本上呢 或刚刚老师所示范的过程呢 有点差异 那这问题最主要就是差在哪里 就是差在呢 课本有时将于在所谓摄板的环境之下作业 结果你呢 没有切换过来 还是在图层的环境 或者说呢 应该从摄板的环境切到图层环境来 结果呢 你也没有切换过来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特别提醒同学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呢 有关影像出于这个应用来讲 希望同学呢 就是能够呢 把我们前面几个章次的内容呢 再做一个仔细的这个回顾 那事实上在这里头的话 除了操作技巧 第一章跟第二章相关的这个观念 跟环境的这个操作呢 也应该能够了解 那今天这个讲次 实上是我们这个课程 最后的这个结束 这一学期来 非常谢谢同学的这个收看 我们再次感谢同学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